大家好 我是彈彈微光眼睛的長工 現在網路上討論度最高的 14路A5最新的綠藍光晶片出來了 其實我店裡沒有賣14路晶片 本來我也不太想去管這個 反正我就管我找我自己賣的東西 因為真的太多網友在問我有關14路A5的東西 我本來不是很了解 我就請我朋友幫我訂了一片來做個比較 那我們今天呢 這是我的新玩具我去買了一台光譜儀 我們就直接用光譜儀 因為這樣子的測試我相信是最客觀最準確的 我們就直接從光譜儀儀上來看 到底它的綠藍光的效能怎麼樣 那我自己大概測試了一下 它也是用毛料吸收起來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俗稱UV420 它的毛料本身可以把波長420以下的藍紫光綠除掉 那我們就同樣再做個比較 這個是14路A5 然後當然東海夜黃樹 網路上的神級晶片 然後UV3G就是我之前很推崇的 也是百分之百日本生產製造透光度最高的綠藍光晶片 跟這是我們台灣的加世德 就是我們俗稱台廠的UV420的晶片 OK 這邊我這邊都有貼上去的就是 就是夜黃樹 A5 UV3G 跟台UV420 OK 我們先看晶片的底色 如果說我們這個桌面是白色的 看起來其實真的UV3G是最淡的 那夜黃樹跟A5差不多 那當然這個顏色會比較深一點點 那你實際上拿起來看出去的顏色來講 色偏來講有沒有 當然它真的一般的UV420 真的會比較容易偏黃 會比較明顯偏黃 那UV3G跟東海夜黃樹 這兩個是幾乎看不出色差 你要 就像是我們帶一般晶片那種 156綠抗啊 或者是就是一般沒有綠藍光晶片的色差 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A5呢 色差會比這兩個再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一點點 但是都比這個彈很多 這個OK 然後我們再來看 表面鍍膜方面有沒有 當然像台廠UV420 它這個是一般的奈米綠膜而已 那鍍膜方面呢 我自己在看的比較是 UV3G它這個鍍膜的透光 它這個HDC的一個鍍膜有沒有 就是經過公園院認證 它的透光度高達99.5% 這個是看起來真的最透 那夜黃樹也還算蠻透的 那但是 E4路的A5呢 它表面有一個藍色的反光 淡淡的 會 還是有一點點反光 但是沒有像它以前A4那麼嚴重 各位如果看過A4 幫我拿一下A4在那一盤裡面 最上面那一盤 對 我拿一下A4給各位比較一下 剛剛沒有準備到 有點比較厚的 這一片 這個是 E4路的A4鍍膜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那個表面的反光差很多 應該很明顯 但是如果說鏡頭上看不清楚 歡迎來我店裡面比較 對 這邊都有現過可以隨時比較 但是之前E4路的A4 那個藍紫色的反光是真的比較嚴重 因為它之前是用鍍膜式的 那它現在呢 我有看過它的鏡片毛料本身 用就是 毛料本身就是可以吸收 過長420以下的藍光 那我們從光譜儀來看 那這個光譜儀 來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我開的是一個比較模式 我們先按一下 這個測試出來是說 現在 這是自然光 前面都沒有加東西 自然光的一個 然後等一下 我們再按一次 因為它有上下比 就是說 我們先做個測試 這個是UV3G 我們看一下 上面這邊就是剛剛自然光的 下面有沒有很明顯 我們看這裡 一樣這邊是 這邊有這個字比較小 這邊是波長430有沒有 有沒有 到420以下這邊 就整個掉下來的 這邊有沒有 很明顯喔 這邊就整個都濾除掉了 這邊應該看得比較清楚 O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我們先試 今天的主角 A5鍍膜 OK 我們來看 上面這裡就是剛剛我們測UV3G的 下面這邊就是 一四六的A5鍍膜 我們可以看 其實幾乎 一模模一樣樣有沒有 就是 在波長420以下 但是我們注意看喔 可能它有再加這個 它這層鍍膜 我剛剛說這個鍍膜 有一點點反光有沒有 還是 你看 這裡 有沒有我們講的 那個 3C 手機螢幕有沒有 它波長是在 四百四到四百五之間有沒有 這裡 在這一段 有沒有發現有沒有 這邊 它有降低了一點點 這邊 有沒有 在這裡 因為 UV3G它強調它的鍍膜 是透光度很高很高 所以當然 它的鍍膜就絕對不會有做到什麼反射啊 或者是降低 那個 那個波長四百四到四百五 這個它沒有 可是 A5這邊就有 有沒有 很明顯 好 但是 在效能上就是 我可以這樣講啦 就是說 毛料一樣都是 UV420的毛料 就是把波長420以下的 那個光 濾除掉 然後它的鍍膜呢 還是有一點點反射性 就是反射性 綠藍光的一個效果 也就是說 A5它 目前我看起來 它比較像是什麼呢 吸收型跟反射型加在一起 所以 你看這裡 稍微降低了一點點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 東海葉黃素 OK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上面是剛剛A5鍍膜 這裡是東海葉黃素 這裡會比較高 因為它的 東海葉黃素的鍍膜 它跟UV3G是一樣 都是屬於比較高透光的鍍膜 所以他們 就是一樣 都是毛料本身 把波長420以下吸收掉 有沒有 這個都很明顯 OK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看一下 今天如果是像菜式 這個是 這個是純反射式 純反射型的 有沒有 有沒有很明顯 有沒有 這裡 有沒有在這個高的地方 440 440 我這邊都會降低 可是呢 420以下這邊 就跟一般的 鏡片是一樣的 所以它就是純反射型的 所以 目前我們看起來 A5就是說 它有吸收 加上 一點點反射型的一個效果 但是 基本上來講 你說 綠藍光效能來講 我個人還是覺得 反正就跟市面上 只要是 UV420的晶片 都差不了多少 反正大概就是 因為 他們原理都一樣 就是晶片的毛料本身 就是可以吸收掉 波長420以下的 一個 高能量光線 所以我們就從 光譜上來看 是最準確的 當然 因為以前 我們 因為我們以前沒有光譜儀啊 那我們都是用那個 藍光的那個燈 有沒有 去照嘛 去直接去看 就是藍色的光 會不會穿透嘛 當然有的人就講說 你這個藍光 又不能算是藍光 這個波長才405而已 有的沒有的 在那邊鑽牛腳尖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光譜儀來看 應該最準確 最客觀 OK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對於伊斯路A5鍍膜 他所推出來 一個新的 我們從光譜儀上來測試效能 但是不要問我 他要賣多少錢 因為我店裡面沒有賣 我只是純粹因應 真的是好多網友叫我說 他們想了解A5 我說好 好啦好啦 但是因為 我也老實跟你們講 因為我沒有賣 所以我對他的了解不多 我只是純粹我拿到一片 平光的樣品片 OK 我們用光譜儀來做一個測試而已 所以 在更深入 我也沒有辦法跟你做一個很精準的回答 只是說 我們從光譜儀上來看 他的綠燃光效能 其實就跟一般UV420 我個人覺得就差不了多少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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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